- 地產好學生 -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地產咪咪課 - 歡迎收聽地產好學生 - 哈囉大家好 - 今天呢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錄音 - 我們在哪裡呢 - 答案是宅女小紅的家 - 嗚~~ - 妳這樣還有做效果很尷尬 - 妳這樣一下都失了 - 突如其來的要做效果 - 不是妳不是說追求一個我們進來之後 - 我們就哇~~ - 然後隔壁鄰居就打開門想說 - 發生什麼事 - 這群太太在幹嘛 - 妳這樣好美喔 - 超美 - 謝謝 - 就是我就是在追求這個啊 - 可是老實說我本來沒有想到 - 我會變成追求這個的人 -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調一下前面的音檔出來聽一下 - 有一位太太呢她說她家只要簡單就好 - 就弄成這樣根本就是網美打卡的那種咖啡店 - 可是我跟你講我家其實裝潢超簡單 - 你仔細想想你把這些軟裝全部都去掉 - 我家裝潢是不是很簡單 - 森家才是複雜吧 - 我家是蠻複雜的 - 對啊 - 森家很誇張 - 誰會在家裡放不鏽鋼的 - 對啊 - 欸其實我有欸 - 你有看到我那個電視的邊條不鏽鋼 - 有我剛剛有看 - 然後有一點指紋對不對 - 而且我跟你講我所有東西就是 -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有點爆表 - 我就蜘蛛比較 - 然後他們就說 - 就是電視這個邊框兩萬多 - 我就說好裝 - 因為我覺得不鏽鋼很漂亮 - 可是超容易留指紋 - 妳到底懂不懂蜘蛛比較 - 這四個字的 - 我以為我懂啦 - 但我後來發現我不懂 - 可是妳真的仔細想想看 - 我家真的沒有複雜的裝潢 - 但是我覺得妳家的家具都選得非常的好 - 因為是家具的問題 - 完全不是裝潢的問題 - 我覺得家具的主人也蠻有問題的 - 我要逼Sam說 - 我要逼妳們倆承認我家是簡單裝潢 - 妳家我覺得其實基底上是蠻簡單的 - 對啊 - 我覺得是透過一些DECO - 然後還有布置家具去營造它的氛圍 - 對我覺得我家其實是靠家具 - 如果妳把這些家具都搬走了 - 然後妳放上一張泰式椅 - 或者是樹幹 - 其實里長在這裡泡茶也沒有不合理啊 - 無違和 - 無違和 - 但是這張沙發真的很美耶 - 對啊這個沙發是怎麼來的那時候 - 就是那時候我有寫說 - 我有跟妳們的好朋友墨設計師 - 他帶我一起去看沙發 - 妳說推坑王墨設計師嗎 - 對沒錯 妳們都沒有被他推到坑裡對不對 - 我差點就要跳了 - 可是妳是差點 - 我跟妳講我腦波激弱無比 - 任何人只要跟我多說兩次說這個很好 - 我就會買 - 我就說妳不能跟他一起去買家具 - 真的很可怕 - 那是一條不歸路 - 重點是我的設計師就很贊成這樣子 - 通常我怎麼貼東西 - 現在設計師他會不會干涉妳買家具 - 也會喔 - 他會依照他自己設計的一些理念 - 然後去幫妳做規劃 - 我的設計師超干涉我買家具的 - 我買東西都要經過他同意 - 然後我傳給他不喜歡 - 他就說我們可以再看看 - 我們可以再考慮一下 - 然後我就是傳了這個白沙發給他 - 他就比雙讚 - 你說那個符號讚嗎 - 雙讚 - 沒錯白人雙讚還流眼淚 - 總比妳之前說的那個木製的沙發好吧 - 妳說木製什麼 - 妳之前是不是有講到一個木製的沙發 - 木製的沙發 - 對啊就是有點old school的那一種你知道 - 我之前有想說 - 因為最近很流行很便宜的電動沙發 - 其實很便宜喔 - 然後就是還蠻舒服的 - 我以前我本來追求的是舒適 - 我的人生理論上我追求的是舒適 - 而不是美觀 - 妳如果讓我選我選的是舒適 - 但是妳家這張沙發又美又好做 - 我剛一來就有撞氣單子 - 問說我可不可以做做乾 - 有比妳家好做對不對 - 對 - 啊真的嗎 - 我家那不好做 - 我以為因為妳預期她不好做 - 因為她家有上沙發 - 就是她說她不小心在沙發上睡著 - 她隔天腰酸背痛 - 可是沙發本來就不是讓妳睡覺的啊 - 對我家的沙發沒有很好做 - 大家看起來是好看 - 但妳家這張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做 - 欸說到睡腰酸背痛 - 我問妳們有沒有買妳喜夢思床 - 我只想告訴妳真的很好睡 - 而且真的會不腰酸背痛欸 - 真的嗎 - 我真的我睡了兩三個禮拜 - 我疑心自己背比較不痛了 - 很生氣欸 - 很生氣欸 - 真的 - 外面已經引起騷動了 - 不會很貴嗎 - 其實她沒有想像中貴喔 - 可以講價錢嗎 - 可以啊 - 八萬多 - 雙人床八萬多 - 沒有妳想像中貴吧 - 嗯 - 因為我本來會以為喜夢思就是十幾 - 我心裡的想法是她都會十幾 - 喜夢思蠻貴的 - 結果那個竟然八萬多 - 喜夢思蠻貴的 - 講出這個話然後他們兩個一直面面相許 - 我就知道其實是我偏差了 - 好我們先來講一個事情好了 - 當時就是妳打賭說 - 妳一定不要超過SAN的預算 - 我真的沒有超過 - 你確定 - 我確定 - 妳先把估價表拿出來我看看 - 而且我是寒家具 - 雖然我不會告訴大家多少錢 - 因為我討厭大家說我是盤子 - 可是我絕對 - 妳用手比一下讓我看一下 - 可是我絕對比SAN比的意思 - 可惡真的沒有 - 而且是不到喔 - 你不要謊報喔 - 妳不要謊報喔 - 沒有 是不到 - 是接近 - 接近欸 - 差不多了啦 - 這個是有韓還是沒韓家具 - 韓 全韓 - 可惡 - 因為我做了一個Excel表 - 我連買一個幾千塊的架子 - 我都會放上去 - 我全韓 - 但我現在買一些 - 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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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東西 - 是沒有韓 - 可是呢我之前就說 - 我絕對不會超過SAN - 欸可是SAN家很浮誇 - 我家其實算簡單欸 - 妳家簡單可是因為 - 妳還有一些基礎的裝修啊 - 妳算是中古屋嘛 - 而且是新家 - SAN這個預算會算是比較偏高的 - 妳家還有含那個管線整個都重拉的費用 - 管線重拉 - 對我家是超老屋 - 而且他家還有打隔間欸 - 我不是打隔間喔 - 應該是說這個房子 - 本來他沒有隔間 - 它本來被屋主弄成一房 - 所以我就是自己做出三房來 - 所以我連牆都是自己立起來的喔 - 但是我卻比SAN便宜 - 可惡 - 現在到底怎麼了 - 現在到底怎麼了 - 好奇怪喔 - 現在到底怎麼了 - 那我們各自講一下我自己喜歡的地方好了 - 好啊 - 我最喜歡的是客廳跟餐廳這個地方 - 尤其這個餐桌我覺得好美喔 - 對我也覺得它超美 - 因為這個乾燥玫瑰粉 - 不是死亡芭比粉 - 我終於看到它本人了 - 而且它就是一個很扎實的一個桌子欸 - 它不是像我們一般就是感覺很輕浮的 - 很圓潤 - 然後讓這個空間是非常的有質感的 - 那個唐老師他說這個桌子 - 非常適合我給人的感覺 - 他說有氣質的無聊 - 有氣質的無聊 - 我想說這什麼意思 - 我以為唐老師是要說 - 它沒有看到照片 - 它沒有看到照片 - 我以為他是要說下盤很穩 - 喔對也是 - 這個桌的下盤是不是超穩 - 可是我很喜歡它的桌腳的設計欸 - 很漂亮 - 對啊 - 可是有人說 - 比如說圓桌子 - 要穩只有一個方法 - 就是一來就是中間那一邊很重 - 二來就是四邊有腳 - 然後你旁邊的人 - 坐的人就會卡到腳 - 對 這樣不行 - 對 可是之前有人說 - 這種桌子不好用 - 是因為男生很容易把腿伸很長 - 男生會覺得腿沒有地方放 - 我後來發現好像其實真的會 - 中間有一根大柱子的 - 會讓你的腿想要抱著那個柱子 - 哈哈哈哈 - 你懂我意思嗎 - 你的腿會想要抱著它 - 吳尾熊這樣蠻可愛的 - 對 我有時候覺得做著做著 - 我就會推想要抱著它 - 可是這個桌子非常非常的重 - 你是很難移動它的喔 - 它很重喔 - 你只能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- 把它轉到你想要的地方 - 你幹嘛 你現在是要兵德嗎 - 請不要這樣 - 它很重 - 但這個桌子沒有想像的貴耶 - 對它沒有 - 它其實是一個有品牌的裡面的東西 - 其實根本就不貴的 - 根本就不貴會不會很過分 - 有一點 - 欸可是我告訴朋友 - 這張桌子三萬多 - 大家都說沒有很貴 - 因為我覺得你很聰明是 - 你挑很多是展示品對不對 - 不是是所有 - 你放眼望去幾乎都是展示品 - 全部都是展示品 - 其實有些人會care展示品欸 - 你為什麼不會care - 為什麼展示品有什麼好care - 因為它會覺得很多人摸過啊 - 然後它想要全新的啊 - 可是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說要用展示品 - 那它都上公廁了 - 所以它告訴我 - 它這輩子從來沒有在外面上過廁所 - 不然我覺得 - 我討厭等待 - 現在任何一個進口的家具 - 都要等六到八個月 - 對 - 對我是非常討厭等待這樣的人 - 我覺得我就是沒耐心 - 所以我就想說展示品OK啊 - 它如果便宜 - 反正說真的我家兩個兒子 - 任何東西到我家馬上就髒了 - 我何必care別人弄髒它呢 - 我發現你的白牆上面已經有一些線條 - 對啊 - 我跟你講我老公比我介意 - 我一直跟老公說 - 你應該放下這件事情 - 他沒有辦法放下喔 - 反而是工程師沒辦法放下 - 我老公變得好愛乾淨的人 - 我跟他結婚十年 - 搬到這個家 - 我第一次看他拿起吸塵器 - 真的 - 第一次 - 第一次 - 他從來沒有拿起吸塵器過 - 而且我搬到這個家第三天 - 我就買了一支那個Dyson的吸塵器 - 因為地上有頭髮超明顯 - 但淺色木 - 我選的時候 - 我並不覺得他會這麼顯頭髮 - 因為我以前 - 我最早以前一個家是白磁磚 - 真的是一根毛在地上都超明顯 - 對 可是其實淺色木也是欸 - 所以各位家庭主婦 - 如果想要讓老公站起來 - 換一個淺色的地板 - 是一個選擇 - 可是我覺得要搬新家 -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老公不介意喔 - 因為我說我要 - 我當初在選這顆白色水槽的時候 - 他就不開心 - 他就說你幹嘛買一個東西 - 要供著他呢 - 他現在也是每天上香 - 他現在對於所有家裡的東西都非常的愛護 - 而且我覺得他比我愛護 - 因為我知道我有兒子 - 本來都沒什麼意見啊 - 參與這個家嗎 - 對 其實他是沒有意見的 - 所以他進來以後 - 我覺得他跟你們的驚訝感是一樣的 - 好像客人來參觀人家家 - 然後很喜歡這樣是不是 - 對 我覺得他是欸 - 因為所有的家具 - 我甚至連照片都沒怎麼給他看喔 - 但我覺得你家有豪宅的那個氛圍 - 因為我們常常看豪宅 - 其實會有輕食區跟熱炒區 - 然後我發現你分為兩個區域 - 這也要空間大才可以這樣做啊 - 沒有 因為我把空間全部都放在客廳和廚房 - 所有 我後來有時候拍照 - 然後那個網友都以為我們家很大 - 四十幾坪 - 我說沒有 根本就沒有四 - 可是因為我房間其實都很小 - 我個人的理念 - 我覺得家人應該待在客廳和那個餐廳 - 對 比較就是房間就是睡覺的地方 - 結果沒有 我現在超怕我兒子把那個外面弄亂 - 我都逼他們在房間玩 - 真的很本末倒式 - 沒錯 - 而且你那時候不是在考慮說 - 要不要中島嗎 - 因為中島很容易放雜物啊 - 喔對 沒錯 - 可是我其實現在沒有放 - 因為大家 - 我要形容這件事嘛 - 我中島旁邊其實有做一個櫃子 - 我家其實做滿了櫃子 - 然後這個櫃子門是可以打開的 -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搬家公司 - 我是找打包大隊還有上架大隊 - 他還說這個門不好用吧 - 因為你很麻煩你要一直開 - 我說有這個門我才不會在桌上堆東西 - 因為我的中島上面只要有東西 - 那個櫃子門就打不開了 - 可是我所有茶包咖啡都什麼什麼 - 就是我每天的早餐都在那邊 - 都要打開那個櫃子 -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中島上堆東西 - 是不是很聰明 - 就是逼自己啦 - 這樣很好啊 - 因為堆一個東西就會堆三個 - 然後再來就是六個 - 會越來越多 - 喔就像我們家一樣 - 真的嗎 - 我們家東西越來越多 - 你住十年就知道 - 我跟你講要做櫃子 - 我真的超不後悔 - 因為很多人說做滿櫃子是很土的 - 現在很流行剪髮裝潢 - 就說不要做啊 - 你買你喜歡的啊 - 你還可以帶走啊 - 什麼斷捨離啊 - 可是我超不後悔做這麼多櫃子耶 - 因為我所有東西都收進去 - 我家是看起來沒有什麼東西對不對 - 是不需要細心維護的狀態下都是這樣 - 因為所有東西都在櫃子裡面 - 你家看起來真的超乾淨 - 換我來講一下我最喜歡的地方 - 我最喜歡的是玄關進來那個牆 - 真的有夠可愛的 - 而且已經有人在問我那個是什麼漆了 - 而且我朋友是很直接問我 - 他說是什麼 - 他說是凱恩塗料嗎 - 我說我不知道耶 - 凱恩塗料這也太專業了吧 - 對他就直接問我說那個是凱恩塗料嗎 - 然後我記得報價的時候 - 他一直說質感漆 - 他們只有說那是質感漆 - 後來因為前兩天我遇到設計師 - 我就問他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- 什麼牌子的我朋友想問 - 他說沒有那是他們真的自己塗出來的 - 喔自己去調的 - 他有點粗面很像石頭或是一塊板子對不對 - 對 然後你上面那個掛鉤的顏色跟材質又選得很好 - 對 - 看起來超級可愛 - 可是你剛剛對他的掛鉤有一個評論我覺得超好笑的 - 你說我在玄關做滿了掛鉤 -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掛東西的人 - 我就回家如果你有包包啊 - 或者是什麼東西你都掛在玄關 - 你就不會帶進來然後丟了滿地 - 小孩子很容易放學把包包丟在地上 - 所以我在玄關做滿了掛鉤 - 而且我那些掛鉤都是進口的櫃掛鉤 - 結果因為那個牆是有點粗面的 - 然後呢我很怕它被尻到 - 因為那個設計師才跟我講說 - 這個牆如果被尻到就毀了 - 他說你所有的漆壞掉都沒有關係 - 可是這個牆被尻到 - 尻下一個就毀了 - 他說真的要整個叢籠很麻煩 - 所以呢便宜的包包我根本不敢掛在上面 - 因為我怕它尻到牆 - 然後貴的包包呢我又怕那個牆刮壞包包 - 因為那個牆很粗 - 所以我幾乎沒有掛過東西 - 我只有很輕巧的把一個購物袋掛在上面 -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- 然後就把它拿下來 - 這個也沒用過 - 對我根本就沒有用過耶 - 所有人都說很可愛 - 但我超不實用耶 - 所以上面不能掛Chanel包包就對了 - 不能 它會把Chanel包包刮壞 - 因為它是粗面的 - 對它是很粗面 - 可是是不是很好看 - 超美 - 而且它那時候本來說家裡也可以用這個 - 結果那個漆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- 我就說算了啦 - 家裡用梅質感漆就好 - 因為它的名字叫質感漆 - 就叫質感漆 - 對它的報價上就說質感漆 - 而且我家最貴的東西都在玄關啦 - 那個地也是 - 水磨石地板 - 水磨石地板 - 好可愛喔 - 那個很貴 - 那是它的夢幻液 - 水磨石地板 - 可是那個超貴耶 - 那也才幾塊啊 - 所以只能放在玄關 - 我說你不可能全家鋪滿那個啊 - 因為太貴啦 - 不過我發現你的廚房是用超耐磨地板 - 對 - 會不會怕會有潮濕的問題 - 現在這個好像聽說不會耶 - 改良版的 - 有抗潮 - 我聽說不會 - 可是我覺得其實你只要不要在乎就好啊 - 那種所有的都說什麼 - 因為我用3D水槽 - 大家就說 - 那你就多了幾個腳要擦啊 - 你本來水槽只有四個腳 - 然後如果它上面有層 - 你就八個腳 - 你十二個腳你需要擦 - 我就心裡想說其實你們很愛乾淨 - 我還好 - 我就是真的沒有在擦 - 你家這個水槽我目測大概有十八個腳吧 - 到處都是腳 - 而且可以洗一支拉布拉多 - 真的有夠大 - 對很棒吧 - 因為你有在煮吧 - 所以會覺得它的實用 - 我是真的有 - 我有在煮菜我覺得超實用 - 而且它就是一個門面而已啦 - 那你自己最喜歡這個家的哪一個地方 - 我自己啊 - 我想想看喔 - 都喜歡 - 嗯 - 我想想看 -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- 因為我以前覺得裝潢好麻煩喔 - 我在前一陣子我都覺得裝潢好煩喔 - 我再也不要裝潢了 - 可是我真的住這樣以後我覺得所有東西是照自己心意做的 - 所以你就會都非常喜歡啊 - 因為它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- 因為你都有得選 - 所有東西幾乎都是你想要的 - 可是我最喜歡的應該是窗景吧 - 我早上走出房門 - 然後我看到那個 - 因為剛好落地窗很大 - 然後就是陽光灑進來 - 我就會覺得哇心情好好喔 - 嗯 - 真的很讚 - 我覺得能夠在台北市有這樣子的景 - 是很不容易的 - 可是我媽說我媽就是一個那個 - 我買房子都沒有給我媽看喔 - 我兩次買房子我都是已經先買了 - 買了以後再帶我媽來看 - 然後我媽就說這個落地窗啊 - 人家說風一直吹進來 - 就是會那個 - 你會賺錢賺的快 - 然後你也會花的快 - 欸不過現在其實大部分新的房子都是落地窗耶 - 真的嗎 - 可是新的房子是不能開窗戶的啊 - 不能拉開 - 不能拉開 - 生凹窗啦 - 但是走不出去的那一種 - 對 就是真的是純落地窗 - 然後我這個其實不是 - 然後我媽就說你的錢會花得快 - 可是我們喜歡的東西就是不顧一切 - 我就說沒關係啊至少賺得快 - 她說你不會賺得快花得快 - 我跟你講超準 - 我搬這個家 - 就是搬家那天我現在那個項鍊斷了嘛 - 我剛好有跟兩位說 - 然後呢我昨天 - 廚師機莫名其妙壞了耶 - 她用多久了 - 她可能有七八年 - 那她壞是正常的 - 真的嗎 - 對廚師機 - 可是我家很少電器壞掉耶 - 七八年壞差不多該太壞了 - 我家的電器只有我不想要的份 - 很少我願意到壞了 - 還不如願意到壞了 - 可以買新的啊 - 是啊可是我覺得覺得好像 - 這種事情就是你聽了以後 - 你就會放在心上 - 你就會覺得好準喔 - 這個有點可怕 - 就像我們上次抽了那個下下籤之後 - 我們現在有新的計畫 - 她都不敢動 - 沒有我跟你說真的心理作用 - 因為我們抽完下下籤隔天我去按摩 - 按到一個非常爛的按摩師 - 她就是給我用摩的 - 出來之後就覺得 - 果然是下下籤 - 屁啦 - 根本就是運氣好不好 - 對沒錯 - 其實我也覺得 - 所以我就沒有想說 - 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- 因為你真的放在心上 - 你就會覺得 - 哇好準好準 - 然後你就覺得 - 你的人生不順 - 所以都是因為這個 - 相奶的項鍊那是自己不小心 - 對是真的我勾到了 - 然後我老公嚇壞 - 如果她是自己蹦裂的我就覺得 - 那為什麼嚇壞啊 - 因為相奶的項鍊很貴啊 - 然後就斷掉了 - 而且我跟大家那個 - 最後你們節目不是都有一個 - 小常識時間 - 我告訴大家 - 相奶的項鍊 - 是沒有保固的喔 - 而且 - 稍微 - 只要斷掉 - 兩位猜 - 我修一條項鍊 - 花了多少錢 - 那一條項鍊要多少 - 方便透露 - 那條項鍊是我老公買的耶 - 我再猜要10萬 - 哇很貴耶 - 我再猜 - 那是珍珠項鍊嗎 - 欸拜託 - 香奈兒的那個 - 就不是真的珍珠 - 那就是賣香奈兒就對了 - 對它就是賣這個牌子 - 如果它是真的珍珠 - 它就會更貴 - 10萬很貴耶 - 不是真的珍珠耶 - 應該不是 - 我猜猜不是 - 香奈兒很多那種 - 它都會有那個珠寶 - 還有飾品 - 其實那個價錢是 - 被歸類在飾品 - 它不是珠寶 - 好那我們來猜一下 - 我猜修應該要 - 六千吧 - 你故意估高 - 我說你是不是故意估很高 - 沒有啊 - 真的嗎 - 我覺得大概差不多耶 - 我買那個Mikimoto - 一條大概是六萬 - 然後它限斷掉是可以回去免費換 - 對啊 我理問市場 - 我覺得免費換才正常吧 - 所以我覺得 - 應該不至於到太誇張吧 - 四千二 - 而且它說有可能要送到國外秀 - 可能會要 - 可能四五個月才會回來 - 可是你不是大豬小豬都撿起來了 - 它只是幫你重新串起來 - 沒有 拜託根本沒有掉 - 只是 - 那個扣環那邊被扯掉而已 - 所以沒有大豬小豬 - 掉在地上這件事沒有 - 它就只是一條 - 就這樣子 - 然後要把它合上去 - 這搞不好師傅弄就可以了耶 - 台灣師傅弄 - 對 我後來覺得好像不應該 - 因為你知道我有一次 - 那個 - 有一個蝴蝶結那個牌子 - 你知道 - 那個高跟鞋上的蝴蝶結掉了 - 然後它也是收很貴的錢黏回去耶 - 我心裡想說 - 你不是去師傅用強力交發 - 就可以把它黏上去了嗎 - 拿回家給媽媽媽黏就好了 - 20塊的東西就可以用一用啦 - 對 沒錯 - 欸為什麼會講到這 - 整個都歪題了 - 這樣我想給大家一些知識性 - 就是小男人相戀 - 並沒有任何保固的 - 它甚至沒有說 - 喔你才買一年或是什麼 - 這件事情是 - 他們的字典是沒有這件事情 - 而且維修這樣等半個小時 - 你現在住進這裡大概多久了 - 已經兩個禮拜了嗎 - 好像兩個禮拜了耶 - 那你有沒有什麼裝潢 - 你覺得可能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- 還是你覺得都很好 - 我現在我覺得現在兩個禮拜是蜜月期啦 - 住幾個月以後 - 你要有不滿意的東西 - 你可能要幾個月後 - 所以Sandy有不滿意的東西嗎 - 她其實現在開始有喔 - 可是我說我看到人家一個東西 - 我覺得很喜歡 - 機賞 - 就是你整個那個廚房 - 都是可以用磁鐵貼起來的牆 - 那超讚 - 超方便的耶 - 對啊好方便 - 我家就不用打洞 - 我所有東西都吸在廚房 - 她是全部的牆都可以用磁鐵錫耶 - 所以我覺得你是算是實用機能性的 - 除了美觀之外 - 因為你會想到這個牆面不要浪費掉嘛 - 她所以她有一些功能性的 - 我本身就非常喜歡磁吸的東西 - 任何東西只要有磁吸我都會愛死 - 我本身就是喜歡這個 - 因為我覺得不用鑽洞啊 - 很方便啊 - 所以然後又好輕 - 然後小孩在黑畫畫 - 對她剛有示範 - 我超怕她示範完之後擦不掉 - 我真的覺得很罪過 - 好險是真的擦得掉 - 那個是白板筆 - 是可以就是擦掉 - 對 沒錯沒錯 - 她就是日系的TAKARA廚具 - 然後她有B板 - 就是你連B板一起買 - 你就可以整個廚房都有磁力 - 可是我有一天想說 - 我會不會住著住著然後得什麼腦癌 - 這個想法會不會很蠢 - 有一點 - 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- 可是就很真的 - 我跟你講無敵方便 - 所有朋友來我家 - 只要她有在做菜 - 她都很欣賞我的廚房 - 很讚啊 - 我覺得真的很讚 - 我跟你講日系廚具真的超讚 - 我到底開抽屜給你們看 - 好啊 - 抽屜超讚 - 真的 - 那你現在搬進這個家 - 因為當時我們其實是陪你來看這個房子 - 後來你決定買了之後 - 你開始裝潢到現在 - 這個過程當中 - 你終於看到你自己人生中 - 欸你真的得到這個房子 - 你的心情怎麼樣 - 就超好 - 我跟你講我每天早上都覺得 - 你有哭嗎 - 沒有欸應該要哭嗎 - 應該要嗎 - 應該要嗎 - 我在第一間房的時候我是很感動 - 因為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- 所以那時候就是 - 她連來我家都哭 - 我想說 - 她是單算愛哭吧 - 沒有 - 因為 - 因為 Stan就是一個北漂 - 她就是很想要擁有自己的房子嘛 - 所以那時候她買到這間房子 - 她又裝潢成她自己想要的樣子的時候 - 我真的很感動 - 所以我來到你家 - 我剛剛就是真的很激烈 - 你也要哭了嗎 - 我有點想哭 - 你就是看到朋友結婚也會哭的那種人吧 - 欸還好 - 結婚沒什麼好開心 - 結婚沒什麼好開心 - 因為可能很快樂 - 沒有啊我還好 - 這邊離婚的人最近越來越多了 - 所以是還好 - 但是我覺得可以靠自己擁有一個房子 -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最美好的 - 對我覺得靠一己之力 - 可是我覺得如果可以靠別人不是更好嗎 - 如果可以靠 - 如果可以靠 - 偏差的一己 - 靠爸爸媽媽認是更好 - 但是我們三個其實都靠自己嘛 - 所以我覺得 - 對是真的我們三個都靠自己 - 然後我家裡真的都沒有給我一分錢 - 然後我媽還說 - 你做這麼白一定一下就髒了 - 然後我就跟她吵架 - 媽媽沒付錢然後還來就是講這回合 - 媽媽也沒付錢還在這邊挑三拣四 - 她說你家裡兩個小孩 - 你還做這麼白的錢一定馬上就髒了 - 然後我就說髒臉不關你的事 - 哈哈哈哈 - 完全沒有感動的成分 - 好啦這一集很開心來到小紅的家 - 對我們非常謝謝小紅邀請我們來你家 - 然後我們這一集呢有被耳婷面密交代 - 就只能先曝光客廳這個沙發 - 那之後小紅會拍那個開箱影片 - 大家可以密切follow一下 - 到時候就可以看到她新家的樣子 - 是的 -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-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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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